假如黏土能请假 我要做一棵超大的树 我要做一棵紫色小花 看我做个烧饼 停 什么的说话呀 当然是我了 怎么了红杂黏土 有什么事吗 我 我想请假 请假 你请假要干什么去 我饿了 我想买这黏土零食吃 调查 看来你的黏土挺贪吃的呀 还喜欢吃零食呢 我估计她是饿了 那个红色黏土 你的请假我批准了 不过你快点回来哦 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貂蝉主人 哎 貂蝉 你的黏土跑得还挺快的嘛 不过你的黏土请假 你没有黏土玩了 没有黏土我就不玩呗 大不了 我玩你没大黏土玩 不行 我也要请假 是我的紫色黏土在说话 没错小白主任 我也要请一会儿假 紫色黏土 你请什么假呀 你不会跟丢肠的黏土一样 出去买零食吧 我不是出去买零食 我是口渴了 想出去买饮料喝 哎呀 紫色黏土 喝饮料不好 哎 要不然这样 我去给你倒杯水喝 啊 我不想喝水 我都要喝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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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批水呢 你去买饮料吧 好 哎呀 小白 你的黏土也不听话 只有我的绿色黏土 永远能付费请假 嗯 胖牛 俺要请假 绿色黏土 我刚才还夸你呢 你要请假干什么去啊 哎 躺在 零食食多了 肚子不舒服 想去厕所 拉拉拉拉 这个 拉拉拉拉 哈哈哈哈哈哈 胖牛 你这黏土还真有个性的呀 不停会说方言 还会上厕所 是啊 胖牛 你的黏土请了理由 还真是奇葩 你们两个别说了 绿色黏土 你能不能稍微试一下呀 哎呀 哎呀 子忠 阿快别不住了 你要是在乎便宜你啊 还得拉着桌子上了 哎呀 不行不行 你不能拉我桌子上 你赶紧去上厕所吧 哎呀 还好下期快快 要不然他真拉桌子上了 嗯 不行 姑娘 你这个 别住我 放空间桌子 不行 不行 我得出去 客客客气 在这儿真的呼吸不上来了 哎呀 别住了 我也走了 哎呀 这你也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